中國銀監會前主席劉鳴康 在出席本港的活動時表示 目前內地銀行面對著盈利率和發展模式轉變的壓力 例如利差的下跌、存款增長的放緩、利率市場化等問題 他要料中央會以維持金融穩定為改革重點之一 看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內地股市是企穩微升收市 全個星期的戶芯股市有超過2%的升幅 再看看今天香港這邊的焦點 沙田九套豪宅地皮和北角邨西面酒店地皮 中五折標 分別收到8分和6分標書 而三大中資電訊股公佈業績 看看他們的表現 中聯通升3.6% 中移動跌0.4% 至於中國電訊有1%的升幅 看看恆生指數的表現 恆生指數今天是計收的 而收補在22,115點 跌了110點 總成交是601億 而全個星期的累積跌幅有1.9% 再看看今天的匯控是怎樣 匯控跌了1% 穿了50%的平均線 而中資銀行股今天普遍做得一般 一起請出今天的嘉賓 金利峰的Chuli和我們分析後市 歡迎Chuli 今天整個股市仍然不太跟A股的走向 未來後市會否真的要看業績公佈 和外圍因素做主導 其實看港股暫時都受到多方面的消息影響到 首先蔡普魯斯方面計劃向全戶徵稅 令到影響到投資氣氛 擔心歐債危機重現 現在令到港股今個星期一 就列口低開 其後就反覆整固 看到有一個明顯的措施影響 至於看回內地方面 消息很壞參半 看到3月份的PMI 相對較市場預期為之好 但看到銀行亦出現正回購 而規模亦是今年以來最大 市場會擔心通脹加劇 和銀根繼續收緊 所以短線廣故都會看回 藍醋業績表現的情況 短線可以尤其注意內銀股表現 內銀股會陸續續公佈業績 今天會有一個建行公佈全年業績 投資者亦可以看回 估計內銀的業績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以及增加派息的可能 再加上之前 就累跌了一個比較明顯的跌幅 其實作為一個長線投資 息率來說和股值相對較低 可以作為一個中長線的考慮 但今天香港的焦點似乎是中五折標 那兩幅地皮 看到相對地是二三線的發展商 去參與投標 例如有些參與的發展商 可能是英王或者新世界 看到股價也有一個升幅 至於長石九倉便會下跌 會否以後市來說 我們拿著地產股 那個部署可以因應著 這個賣地的投標的情況 來做一個更新的部署 其實看回之前 本港的地產股 都受政府出了很多招數 來壓制樓價 影響到對樓市未來的投資氣氛 另外再加上 有些銀行股 就之前把新造案揭 加了0.25厘的息 影響到投資者入市的意欲 其實看回中長線 其實對高房屋的需求仍然相當大 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樓價再大跌的空間 其實有限 反而可以看回一些大型的股 例如長石 可能考慮在110元水平 作為一個長線的吸納 趁它低位的時候吸納 反而可以穩陣一點 如果是的話 都不需要特別去換馬 或者再加一些什麼類型的收租股 需要加一些 如果本身繼續持有地產股 就可以繼續持有 等它反彈的時候 才獲利回圖 至於收租股 其實之前都跟著地產股 跌了很多 投資者如果有興趣 買這個收租股 其實可能注意一些 比較大型的 有關辦公室的收租股 知道